L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法蘭克人 那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來看一下紅方,紅方選的是日本人喔 那日本人這邊有玩的是丹尼爾 丹尼爾的話也是現在世界天梯級的高手 那他是法國人,是法國最常玩家喔 那他目前天梯分數是天梯第二名 非常的猛 所以他這邊 其實再差一點點就可以贏過現在天梯第一名的Yo 丹尼爾的戰術也是非常多遍 算是有點有時候會按理不出牌那種感覺 所以玩起來他的玩法比較相當的圓滑一點 好,那我今天呢,由於蛇頭 有點破洞的關係,所以我現在 講話有點痛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講得發音不太好的話 請大家還在見諒一下,不好意思啊 好,來講一下日本 日本這個文明呢,最大特色喔 是這個伐木廠 還有這個模仿,還有這個採礦影帝喔 都是半價的 所以呢,這個一開始喔 就是這個城下伐木廠的費用 還有模仿的費用 因為他早期喔 直接送他一個冰工廠的概念 所以他在前期的一個木材的需求壓力 比較這麼小 而且他城下的木頭也可以拿來種錢 所以就是有點取死喔 你可以先農 或者是先 跟潘科技喔 的一個路線這樣 但是這個 差距喔 是比較細微一點 如果打極限 玩法的玩家 才會知道這個差距喔 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如果你一般在打AI的話 可能感覺不到 這麼的優勢 但如果我們在打這種頂尖 頂尖天梯的時候 這個細微差異就會差異蠻大的 好 那日本出路之外喔 他可以打這個 工兵還有步兵喔 那騎兵來說比較弱一點 雖然有品種 但是沒有三級馬鎧 那總體而言 他還可以打這個 那個叫什麼 火槍 還有馬功 那日本人這個文明喔 算是偏難玩的 因為他城堡時代 雖然工兵騎士都可以打 但是到六龍時代喔 還是一定要走步兵跟工兵入線 其實沒辦法有太多選擇 那日本人的話 最強的是他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的話 打各種的寶兵都額外傷害 所以如果經濟夠好 可以用日本武士A過去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法恩克 法恩克的最大特色 是這個騎兵的血量 是有20%加成 但是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騎兵有20% 但是血量並不會比品種還要多 所以你在封建時代 如果要打大封建 若馬負A的情況下 你可以先點一下品種 就可以贏過法恩克的血量 法恩克比較可血 他只有輕騎兵而已 沒有大落馬 所以到後期 他的落馬血量會稍微少一點點 那法恩克人最強的地方 是他192遊俠 這個遊俠血量可以到192滴 之前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192遊俠 只多了這個12滴血 到底有什麼 那最主要是 同樣的遊俠互打的時候 他可以多吃一刀 那工兵也是喔 可以被多吃個幾下 所以他這個 生存能力變強之後 其實很容易打出優式的 因為往往這個數量 只差個一兩刀的情況 然後他可以多輸出好幾下 我們應該知道 因為有些被打到殘血沒有死 我們就繼續輸出那種情況 所以法恩克人在後期 很容易打出優式來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那主要呢 他除不之外 還有這個模仿科技也是免費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 的時候 還有風雲時代 這個濃度是非常強的 那前期呢 還有這個吃果加成 他吃果值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玩法恩克 我會配到五個人吃果 讓我的流量更好一點 那目前法恩克 比較劣勢的地方 就只有工兵而已 工兵路線只有三 三攻三防攻沒有 所以打起來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會比較推薦打工程器 所以會比較推薦打工程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升級狀況 法恩克的選擇是18匹上風 日本這邊是19匹 比較標準的 19匹上風 那這邊只快了一村上風 然後選擇為家 但是法恩克人這樣子 沒有辦法極限肉馬喔 這邊連兵影都還沒下 沒有兵影的話 這邊18匹上風 打一個速風戰法好像 沒有打出任何優勢喔 那這樣肉有點過多 這個 就是一個細節 這些肉如果有一部分 拿去產這個木頭的話 就可以極限上到這個 肉馬開局 那這邊第一時間下了軍營 然後補了一個房子 所以才會卡人口 好 這裡有兩隻村民在發達 我想要怎麼發達這麼久 好 這邊布衣補好之後 就可以下這個馬修了 那這邊點了一個織布 按了一個村民 然後再點了一個馬修 OK 那法恩克這邊 上風的一個時機點 蠻奇怪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打一個心理戰 讓丹尼爾這邊有點害怕 因為他上風的時間太不正常 18匹上風就算了 還沒有點織布阿 所以這個可能讓丹尼爾有點 覺得 他已經是極限肉馬 直接先按牆尚兵出來 然後他自己也等下肉馬 然後用肉馬開局 但是 OK啊這邊 並不是一個超級極限的一個肉馬開局 算是有點普通開局的一個肉馬速度 那這邊很明顯 這邊肉馬出來的時候 日本這邊肉馬也出來了 基本上是同一時間出來的一個速度 所以這多一批上去 並沒有快太多 日本這邊是選擇一個肉馬開 然後家裡圍死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如果還要再圍大一點的話 這邊還要再圍 那有些玩家會說 欸 法恩克每次肉馬開局 都虎犯血上風風箭時代 很難防守這件事情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一開始如果你圍大的話 很容易就被對方的一個極限肉馬 開局抓掉微圍牆的村民 然後就被打出洞來 這不是蠻殘餓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微圍牆的話 最好是上到封建時代之後 像丹尼爾這樣子 出個幾隻場上邊防守 然後邊防守邊圍啊 會比較更安心一點 日本這邊直接鑽洞進來 這裡沒有封死 哇 這邊是不是要抓到一村了 看起來是喔 直接 唉唷 速殺 打得不錯啊 這個丹尼爾這邊 拿出了千七雞的石榴 這一隻肉馬蠶血 這邊 這邊 稍微走破一下 回頭打下重槍壁 應該衝死了 好 我們看一下凡克這個赤頭的血量 一隻只有54滴血 那你們看這個日本的 有這個45滴血 點了品種的話就是65滴血 血量其實還比凡克還多 而且這個法蘭克 如果你是法蘭克玩家的話 你就要特別注意喔 欸 這裡有個洞嗎 唉唷 好想補起來 那如果你是法蘭克玩家的話 你就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對方的一個 刺猴 有沒有點品種跟你互打 你可能會常常覺得自己的弱馬比較強 事實上這封建實在是比較弱的 如果點品種的話會比較弱 好 丹尼爾這兩隻刺猴 有點失誤掉 送走了 先讓一隻刺猴 這隻刺猴應該是想要去找殘血的村民在打 好像應該在抗 這是村民殘血 這邊靠了一下村民 這邊想要讓對方收村 但Hera沒有想要收村的意思 雖然在很專心在控前方 這些是弱馬 喔 這邊該不會要抓到一村了 OK 這一村有機會 哇 直接被砍死一村 丹尼爾這邊又拿到一村的手殺 已經兩殺了 丹尼爾這邊三殺都出現了 這邊挖金礦直接被封金 有點慘 三隻村民直接被抓掉 還要抓到一隻 這邊長相兵 搓掉一隻肉馬 好 這邊高地直接砍死一隻長相兵 之後再回來去打村民 哇 這該國又在11村了吧 哇 死兩村喔 哇 很慘很慘 這邊 丹尼爾拿了5殺 哇 哇 打出了抽屜殺局 三次打31村 哇 那這邊稍微反客 有點被斷金的狀況 這邊弱馬丹尼爾桌幾村 這鋒墊實在很晚也上了 這村民被抓掉 OK 現在是5比2的戰績 好 長相兵搓一下 欸 這裡沒收村 收村的話可以射到一點 好 這邊刺頭再過來 想要再砍個一波 但是砍個東西是 砍個採礦地 砍破東西了 直接被長相兵搓死了 哎呀 有點虧喔 好 這邊洛馬又補了過來 那長相兵數量是有點多 好 那封建大戰看起來是 丹尼爾拿到了一個優勢 那第一時間上城堡時代的 卻是這個 HERA HERA這邊已經點了城堡 還有這個1級絕金 也有點 4級也有下 那日本這邊也差不多要上城堡 這邊下個魔防 然後錢再灑一圈 那很有可能日本這邊 是要打一個騎士開嗎 田其實灑的騎士還蠻多的 這邊還繼續補模仿 感覺有點像是 但如果城堡時代 繼續打騎士的話 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反而個騎士 一上去就有品種 自己品種還要點一下 這個投資成本會稍微貴了一點點 這個投資成本會稍微貴了一點點 長相兵過來戳 你能戳得到嗎 呀 這邊HERA都控得很好 但是在表現上 你看 往下走有看到 還會控一下 這個HERA手術真的是很快 全部躲掉長相兵的一個 追擊 好 那點下的一擊 馬凱 那這邊DANIEL 是選擇三馬 再去出一些刺猴 他可能覺得自己漏太多 好 那這邊HERA是選擇 先稍微微笑 但應該是有看到一些刺猴出門的關係 那家裡也完全無防備 所以先補下一些長相兵 然後再把自己家的金礦維持 比較安全的一個做法 這邊又找到一隻長相兵 好 這個是要前置BK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只有一村而已 好 第一時間雙馬就 直接騎士開始爆 騎士爆出來 長相兵想要銅 還沒有銅 好 日本這邊點一下動裝長相兵的升級 那在前線蓋了一個修道院 家裡用刺猴 去操擾DANIEL的一個成本 好 這邊二級木先點 那HERA這邊二級木還沒有點 這二級模仿是這個 法克天神就會送 好 神旅補下 神旅有的話 就會開始造成對手騎士了 再修一下 OK 升級輕騎兵 輕騎兵升號 這邊出了肉碼 數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剩一下輕騎兵蠻賺的 打這個升旅也很好用 只要我升級的話 刺猴只要打兩下 就可以砍死一隻升旅 沒升級刺猴重的話要砍三下 稍微多了一點 好 那升級之後 赤猴攻擊力會大幅上升 變成7加1 變成7攻多兩攻 好 但這邊想要那些傷害很高 別說死 這邊想要抓這隻村民但沒抓到 下面想要直接負打起來 直接換掉幾隻騎士 好 兩邊都有升到重裝長槍兵 看來看來這邊第一時間有做勝旅做招搶 這邊要直接包抄這隻村民 那裡升旅再繼續讓他可能會全死喔 所以可能勝旅要取消 讓我一分躲在裡面 石頭槍砍下來一刀砍死 完美 沒有抓到一隻勝旅還不錯 好 這裡門被低掉 直接被打爆 這邊招一下 好這邊有取消 OK 兩隻勝旅能救的回來嗎 藍尼爾這邊轉出一級射 要轉攻兵了嗎 好這邊補射箭槍 我兩個 喔4個 補很多 這是要出攻 喔出馬攻 出馬攻不錯 馬攻確實可以靠走位喔 這個拉打戰術 去集火同姿的氣勢 然後自己打輸優勢出來 好勝旅出來直接招相機波 直接招兩隻騎士 找到一隻 第二隻能招得到嗎 第一時間沒有拿到的騎士 砍生率 這邊稍微可行 OK 這個找到一隻 好勝旅 就把他低掉了 這邊勝旅就招來 直接招低 因為你不低的話要變回去了齁 OK 這邊補一下血 老頭 兩隻 沒來得及跑 領地往生 好這邊先騎兵 一直想要打出一個洞來 但是這邊卻沒有洞 這個牧群有點危險 快挖完 這個死了 好那這邊丹尼有點在長遭的感覺喔 跟蹤技術不下了 銀爪還沒有點 但是先出幾隻馬攻出來 第一時間也沒有派出3TC了 他也覺得自己的前線 有點薄弱喔 雖然幾乎是沒有兵的狀況 還是要出一點兵喔 去做防守 所以這個地上TC還沒有開出來 那他待會要開TC 應該是會開這個位置 這位置蠻後方的 而且這裡還有金礦 還有木區 帶來的話 可能就是要開這個位置 偏遠一點 先這邊拆掉了建築物 這邊一直用生魚去突顯 現在再開始撿一隻了 眼睛已經撿到第一個 暗力爾這裡有馬攻 二級射 沒有燈到雪 OK 第三TC 果然開在這個地方 目前黑仔這邊是3TC 正常運轉 都開在一個不錯的TC的位置 都開在石火旁 跟金礦旁邊 整體來說還算不錯的 這邊直接放下一技來招翔一下 直接招到一隻馬攻 小鑽 快 進去這邊 可能會被砍爆喔 這比較要小心一點 騎士攻擊速度騎士很快的 這邊長龍過來 找想了一波 馬攻過來可能會直接被找走 測一下 直接回頭招一隻馬攻招掉 小鑽 差攻速量來到了12隻 開始有點威瑟力了 那這時候趕快要補下這個大血 大血跟金礦多挖一點 等一下這個彈道血 大血 OK 看著我黑牙子騎士 好 家裡再補個一波血 二級馬卡也補了 馬卡也補下 這個美車也補 第一時間沒有去點對方的聖旅 沒尷尬 沒關係 沒一點沒關係 直接被找走了 兩隻馬攻直接被吃掉 這邊有收穿喔 一圈都沒有死 這邊牧場有點薄弱 這邊稍微打帶跑 做一些操作 回頭一回 傷害其實很高喔 因為現在還沒有二級馬卡 我只馬卡之後就OK了 OK 這邊騎士再做個一波 順利的輸到一村 誒誒 設施 是以這個老頭收的好 丹尼爾的馬攻戰術 確實讓貝拉這邊騎士 近秒爬很自由的發揮 這邊差不多該點二級農 這邊差不多該點二級農 這個農田也在補補 十五隻馬攻 對方還是黑 也就是用僧侶加上騎士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補下彈道學跟一級的封兵鎧甲 第一時間想要射 唉唷 這邊走位一下 嗅到了 丹尼爾 這邊聖驴稍微往左邊走了一下 讓這隻聖驴 細節下了 活下來 但是這邊馬攻算是有點多了 或是四隻 這邊是射死騎士的傷害其實很快 閃射一下 但是騎士打馬攻攻擊也是蠻不錯的 然後這隻還秀了個操作 在高兔跑 讓對手滿法都輸出 所以還是人死了 哇 這一波黑拉全部死去 前線的騎士只剩下後方這一坨 騎士主要可以剩下六隻 讓三陸點下這個 這個 神聖之響 可以增加血量 三陸的血量可以來到45驚險 就不太容易被射死了 這邊也在秀 這邊也在居秀 那這邊還是出點成功力比較好 這邊馬攻 直接被騎士尋到還是蠻痛的 只找一下 第四天去打對方的勝率 趕快再打 招手速很快 直接招了四隻馬攻 哇 黑拉這邊手速很快 雖然解決了四隻馬攻 但是勝率也全部死光了 哇這黃金太夠了吧 五遺跡是不是 哇靠真的 五生物 黑拉五生物 這陸單靠這邊 雖然有稍微點小小的優勢在 騎士一直被秀 這邊站給騎士可以做到你傷害不錯 勝率更少一下 走後車嗎 好 出無炮 走炮比較好 比較確實喔 可以對方造成傷害 後車的話很容易被秀 對於四隻中馬攻單位喔 對方的機動性更好 但弩炮的話就很容易受操作 所以能不能還是會打到一點傷害出來 好這邊 Dannyor應該是要想要前線蓋城堡嗎 也沒有回頭蓋一個屁股 那對方其實兵量還是蠻多的 沒有冒然的 其實是不是蓋城堡 所以蓋了一些電魂 黑拉這邊選擇 在前線蓋一個城堡 這邊弩炮 爆發傷害其實蠻多的 好 OK 第一次抽到無炮 騎士不在誰先扛 城堡這裡 你蓋了起來嗎 蓋了有機會 騎士一直在補 反而黑拉這邊是要上帝王樂 這邊絕對不斷不上 大爆兵 狂暗騎士 好 暗了一堆弱馬 看來這個城堡是蓋得起來了 這邊Dannyor雖然有拇指 但是卻還不敵那些騎士的 一直 硬A過來 哇 這個無炮 突出了很多傷害 哇 這邊是串燒 一串燒直接打了100多滴血 馬弓的血量 時間下降 剩下733滴 反而看已經穩固了自己的前線了 前哨戰蓋了一個城堡 好 兩邊差不多時間減下的帝王世代 只差了5秒鐘而已 呃...Dannyor這邊是繼續打村出滿 喔 村子數有點差距喔 115村對上140村左右的黑拉 好 上方看起來這個城堡 哇 蓋的地方都還蠻扎實的 基本上都守到有點容許的 而且就是高地了 這邊馬弓過來殺一下這邊村民 哇 這是怎樣 持馬俱喔 哇 他這樣 這樣 他的肉 79片田 喔 82片 哇 這邊非常多肉嘛 直接繞到丹尼的後面 砍了一鍋村民 被民注意下降非常快 只剩下113村 哇 被砍到第111村以下了 馬弓常用兵過來防守 這波弓是要送的 OK 送弓 好 這邊馬弓也不干涉我 快來... 打擾一下 OK 神魚就在召香 這個肉太多了 85片田 2000多肉 這邊要直接升重裝遊俠了嗎 感覺是喔 打日本要升遊俠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對面日本疾病攻擊速度很快 遊俠可能還會打輸喔 這攻速太快了 換久下老應該是輸了 再馬過來就 第一時間點下重裝騎士升級 還有騎士精神 攻兵技術 三級馬海 輸非常快速 OK 這邊馬弓也被檢視掉 所以想要過來防守 來不及防 第一時間點下三級射 但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頂上送裝強槍兵 選擇是一定的升級 射擊射一槍 傷害很明顯喔 除非冥靜的上升 好化學一點啊 反而快要出點火炮 再來反思對手劇 有司機 OK 中裝槍 中裝騎士還有15秒左右 中裝騎士好了 點一下遊俠 要不要點 好點喔 哇 還消除遊俠 二級攻也點 OK 凡克這邊穩定的 上到了他自己最優勢的時期 開始反出了一些啟事出來 準備要用遊俠 對方大戰喔 這邊日本也準備好了 級兵 升級幾乎完 OK 但是丹尼爾這邊經濟有點慘 剛剛被圖的那波村民 哇 第二波進來 又被砍了一波 哇 這個洞一直沒有補齊 完蛋 又被砍爛 正面這邊 等一下這個射程 印刷技術 可以讓這個 森林射程 造成的射程 再多一點點 等一下自己的遊俠 然後圍牆技術 圍牆技術 圍牆技術很棒 可以增加聖堡的防禦力跟血量 但是其實有加血量 但是有一個1是有加血量 防禦2沒有加 太像 我們招牆下一些馬鈴 其實這邊擋住不太白不錯 上次來說 可以打到一點血量 OK 這邊是加血量 所以端瓦技術才會加防禦 還有這個血量 OK 城堡血量 直接變成1800多滴血 抓耐克 點傷害 上前 打 招牆技時間 把這個 巨頭給收掉了 OK 目前遊俠 一直在跳恰恰 前後躲動 並沒有做一個大開戰的動作 30點下 開了這個 彈道學 剛剛會點收 還是點擊射 增加一下城堡 射程 火炮 差點被射死 結束回頭 欸 勝率又在輸出 看看勝率的射程非常高 9加31射程 嗯 知道我是不錯 所以幾兵錯了一波 游下全部殘血 哇 血量掉了非常快 城堡掉了 在一波進攻 Danny爾 取得了一個勝利 冰頭自己也拆掉兩拍 但自己也拆掉兩拍 但自己也拆掉兩拍 但幾兵正面實在太強 日本幾兵很痛 再繼續打下去 不知道黑拉會不會被换死 我可以提起射一點 我可以提起射一點 哇 這邊疾病攻速太快了 黑拉很難打 這邊再砍個一波 但是換掉非常多遊俠 但順利了 別把疾病撕掉 損傷慘重 這塊金礦要是能搶回來的話 對黑拉是一件好的事 但感覺快要搶不回來了 日本只要耗費肉跟木頭 用這些疾病 就會換掉大量的遊俠 實際是穩鑽不虧的 那繼續引擎世界的部分 沒有繼續往前擺 等下疾病集結 集結完之後 才會繼續第二波進攻 好 這邊上面有蓋這個高地 附近還有一些野礦煙也是 應該是有注意到 所以還要找個追去挖一下 好 這邊持續再打個正面 其實其他地方要稍微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有彈道雪 而且城堡 都有在蓋到高地上 馬功一進去 可能會不會就被射成 風中殘處 都有可能 所以這些馬功決定要堅守戰線 跟疾病龍一起 堅攻正面的樣子 好 但是這邊 黑拉轉出了大量的功能製造手 要來出奴砲了嗎 奴砲的話是可以打現在所有的單位 馬功 疾病全部都counter 但是肉有點多 肉還有5000多 這邊是要買賣一波 OK 這邊賣掉非常多的食物 100食物只能換14斤 等一下工程工程師 OK 這邊再賣個一波 賣了1500肉 點一下了 前迫砲 尤下沒有繼續出了 尤下28了 在這個前線 現在就在靠生旅 去高強對手的一個馬功 OK 重型武炮點下了 城堡可能要鎖不住 完蛋 這個城堡鎖不住 後面再架斜啊 這個金礦一定要鎖住 安妮兒來勢強襲 彈射器一點了 這邊等一下彈射器之後 龍巨型多時機的拆封速度會加快 所以這邊直接隱藏一命的傷害 我們等著著著城堡壞好 城堡壞好就可以到城堡大戰的傷害 所以這邊留下四張金 會減到16隻 28隻剩下15 哇 損失有點慘重 但是很順利的 投下這個薯金 這個金礦有鎖住 居民投資機可能還可以再打到一點 馬蜂 這邊也被砍到蠻多數量 好像有薯子而已 雞明雖然在復活過來 但其概念的資源一直在間諜狀況 哇 這邊用到剩座位數的黃金 彈蛋這邊直接大馬爆 這邊想要潛心蓋城堡直接被抓包 這邊只要送一波了 沒有要留了 雞明雞兵上來實在太痛 這邊有俠基本上是送光了 但是居民投資機也被打到剩下一台 哇 但奴炮數量開始多起來了 哇 這個奴炮數量有十台了 那這邊黑拉可以做一個選擇 就是全出奴炮 黃金給奴炮 那肉給這個清騎兵 這個肉其實有點多 一直出血門的重點 不太會斷馬 OK 這邊稍微做燒囉 這邊要來攻堅下方城堡了嗎 這城堡蓋人好像有點少 只有兩村 要再多拉一點村民 OK 這邊有 好 三級攻也補下了 這邊提兵傷害也就到最強 完全提的日本吉兵 好 這邊有拉幾隻清騎兵跟遊俠 過來這邊看黃金 但是其實Danny沒有在挖 他是不是有看到這塊空虛嗎 好 看一下 其實有看到 哇 這邊直接串燒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稍微回頭看一下 好 這邊倒退一下 回到剛剛我們看上面金礦的狀況 這邊Danny應該也是在找金礦 跟我一樣應該是很靠其他柳金 因為他自己沒有金了 所以我這邊直接沒有看好 直接倒了一個馬弓 高地奴砲傷非常的猛 很痛 這就是法蘭克的弓兵 這邊 這邊這個單位 哇 死傷慘重 這種閃陣一樣痛 這個應該是法蘭克的豪華陣型 火炮 毒炮 再加上大量的遊俠 神寶快樂守不住 怎麼辦 技術上去想要打 但一上去就直接殘血 看你的打碎了繼續 哇 這個毒炮真的解不掉啊 還有點慘 而且黃金已經歸零了 這塊金也被封 我自己也沒有太多的金礦可以繼續打 沒有黃金兵 只有疾病的話 就只會被串燒 像這樣只會被串掉 對 法蘭克這個 Hera這邊轉重裝奴炮真的很關鍵 真的是壓死丹尼爾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丹尼爾應該是蠻好的 但日本這邊 但法蘭克應該是更誇張 因為這個肉 哇 直接贏了兩萬肉 但日本這邊經濟木頭還OK 哇 其他起資源 Hera這邊幾乎是全贏了 木頭只有少贏幾百而已 村民數還是有點差距 因為Hera這邊村民剛好有到一百多 一百四十幾 甚至快到一百五 那丹尼爾這邊一直被砍到村民 村民大概一百二十村左右 在徘徊的部分 還有野間部分也沒有挖光 主要是五一劑 這個黃金產能實在太誇張 三千七百多黃金 哇 整體的圓 丹尼爾這邊已經打得很努力了 幾兵有點Counter的法蘭克 但Hera這邊更勝一籌 這邊奴炮出的時間太好了 尤瑕也有出齁 重點是這個五一劑優點 草獲治療也讓這個尤瑕 可以大量的回血 讓他的尤瑕的村落率更高一點 打到後面這些奴炮一出完 日本這邊真的是束手無策 自己轉出清奇兵出來 可能也打不太贏 畢竟尤瑕打在前面 也很難打得贏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if you had not seen in a video